本周热门游戏 勇者大冒险 9月16日开车 黑猫警长再度出山 童年经典 年内推出电影手游 愤怒的小鸟斯戴拉 变性小鸟归来 在线市场即将关闭 PSP系列将彻底淘汰 红宝十二首部战斗演示视频放出 年内手册 早在今年E3大战上 Rockstar就宣布了备受瞩目的GTA5将登陆PS和Xbox One的消息 目前在官网上Rockstar正式公布了本作的发售日期 GTA5的PS和Xbox One版将于2014年11月18日发售 而PC版则将于2015年1月27日发售 新版将会带来巨大的画面升级和技术升级 程式也会变得更加庞大 除了更高的解析度和可视范围 新作还将增加全新的武器 车辆和世界 此外 曾在PS3和360游戏的玩家 可以得到以下的独占奖励 DUX汽车 速度水上飞机和一个更快更灵活的飞停 包括野生动物拍照与新的靶场训练等新活动以及新武器等等 腾讯战略南海兴田 《勇者大冒险》牵手经典游戏《合金弹头》展开重要战略合作 并将于9月16日启动新一轮测试 而合金弹头原班人马或将出任兼职 携手像素公司共同打造全新的合金测版本 其中包括骑程骆驼进行沙漠基战 在沙漠基战战场中 无论是玩家还是怪物 又或是BOSS都是在载具上进行战斗 萌萌的骆驼将成为玩家的战斗载具 给玩家带来别样的战斗趣味 战斗中塑造了比较强烈的即时互动感 玩家和怪物和BOSS会一直处于移动状态当中 互相追逐 玩家们击杀骑程摩托车的怪物之后 摩托车会解体 并且很快被移动中的战斗部队超越 而消失在视野当中 摧毁小型卡车和大型卡车 则会看到车辆翻车并滚下沙丘的场面 喜欢横板射击闯关类游戏的小伙伴们 绝对不能错过这次难得的海鲜经历 Final Mission Start 巨人移动近日宣布 与创作拍摄黑猫警长 哪吒闹海等经典国产动画的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场 达成战略性合作 携手出击移动游戏市场 今年恰逢黑猫警长诞生30周年 双方首款游戏已经确定为 近期将制作成动画电影的 黑猫警长2同名手游 后续将在游戏动漫领域展开深入合作 黑猫警长2同名手游 是一款根据电影受选改编的 2D横板动作手游 游戏拥有丰富的2D人物造型 MX画面效果 动态的场景元素 纯正的动作格斗体验等玩法特色 此外游戏还配置了 中于动画电影的剧情体验 玩家在游戏的同时 可以重温这一30年经典动画 带来的儿时记忆 曾经风靡一时的 愤怒的小鸟让芬兰的开发商Royal从此家喻不晓 但是也因为愤怒的小鸟的火爆 让Royal始终无法走出这个小鸟的圈子 虽然后续推出过竞速类和RPG类的 Angry Bros. Go和Angry Bros. Epic 但始终围绕着这只小鸟在打转 在本月又是上架了一款以女性小鸟为主角的弹射类游戏 愤怒的小鸟斯带拉 这款游戏究竟是在炒冷饭 还是有独特的创新之处呢 列位看官还是玩过之后再来定夺吧 随着时间的推移 索尼想要淘汰PSP的迹象也越来越明显 继今年6月全面停止日本市场的PSP出货之后 索尼现在又剥夺了PSP的另外一项功能 官方已经决定从9月15日起 停止PSP在欧洲 大洋洲 亚洲 以及非洲部分地区的PlayStation Store服务 具体来说 该时间点之后 PSP玩家将无法从游戏机上 直接访问PlayStation Store来购买和下载游戏 但仍然可以通过PC端网页进行访问 目前索尼以及游戏开发商的注意力 已经全面转向PSV 而与PS4之间的跨平台联动功能 也成为构筑完整PlayStation生态系统的关键环节 由LMK公司开发的红宝石近日放出了游戏的手段宣传片 以及战斗演示视频 视频中对游戏的场景以及各职业的战斗进行了演示 LMK的相关负责人表示 盘服预计将于年内手册 本次测试将开放战士 弓兵 格斗家 魔法师 拥兵 盗贼 祭司 引游诗人 八种职业 红宝石二最大的卖点就是变身合体系统 游戏中 玩家们可以通过变身 在短时间内获得强大的力量消灭怪兽 而由于合体系统的存在 玩家们还可以使用组队战斗时生成的点数 进行协同攻击 召唤攻击 骑成召唤兽 合体等多种一击必杀的战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